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说说开源节流这个成语 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开发财源节省费用 寻旷是古代著名哲学家,著有寻子一书 他在复国篇中讲了一些关于国家强弱贫富的道理 他说,若要国家富强,朝廷就要爱护百姓 使百姓安居乐业,并积极发展生产 这样才能增加累积,充实国库,并使国家富强起来 如果朝廷不顾生产,只知难征,富水,浪费物资 百姓都穷困得生活不了,那么国家怎能不贫弱呢? 因此,他主张,下贫则上贫,下负则上负 百姓时和事业得续者,获之援也 等父府库者,获之流也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 百姓能积极利用当时的天时 按照季节次序顺利进行农事活动 从而获得好收成 这才是经济的根本 好比水源一样 至于征兽来的各项富水存在国库里 再多也用得完 那不过是水流 所以贤民的君主一定要懂得体恤百姓 给生产的发展与便利的条件 一方面节省财政开支 一方面更需开发经济来源 并且懂得合理调剂 统筹安排 兼顾到国家和百姓的利益 希望这个故事对大家学习成语有所帮助 喜欢的朋友也请订阅 留言分享